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农业特报 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山陀儿台风的最新动态 目前呢山陀儿台风它的海陆警报还是持续的在发布哦 那么呢预计在明天 它的中心就有机会从高雄到屏东这边登陆了 时间点呢有机会是落在明天的晚上这段时间 那么所以明天首当其穷的位置就落在嘉义以南直到高雄跟屏东 以及呢在东半部的花莲跟台东呢 明天都还是一样会有强风跟豪雨的情况 特别是南部地区越晚风雨会越加的明显 提醒大家务必要多加的留意 那么南部地区沿海地区也要严防呢 爆炒还有海水倒灌的情形 那么台风呢预计会持续影响台湾到礼拜四 礼拜五逐步远离哦 好消息是它并不会引进西南气流 所以礼拜五它远离之后 各地天气状况渴望逐步的回稳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哦 目前的位置呢在今天下午的五点钟 位置呢就在高雄的南南西方的海面上面 接下来呢有机会开始往北转 其实今天就已经略微的往北转了 所以接下来呢就会往我们的这个高雄跟屏东外海的方向前进 刚刚提到了预计在明天的这个晚上呢 就有机会中心从高雄到屏东这之间来做登陆 在它登陆之前呢 因为它目前是一个强烈台风 等级的台风非常的强 所以在它登陆前后呢 中心都会带来非常强烈的风势跟雨势 所以提醒大家务必要赶紧的做好防台的准备了 要多加的注意 那接下来呢它登陆之后呢 就会从台湾的东半部地区这样子北上 中心有机会呢从宜然到花莲这中间呢 来做出海 那么呢在礼拜五就渴望逐渐的远离台湾 那么在它北上的过程当中呢 它的强度其实是会受到地形破坏的影响 快速减弱 这算是一个好消息 好所以呢在接下来要提醒大家哦 礼拜三就要从南台湾登陆了 提醒大家务必要加强健备 特别是呢南台湾的风浪会非常的大 所以停靠在港的这个渔船呢 一定要记得加强细细缠细缆绵 注意安全 那么另外呢 种植蔬果的农友们也要多加留意 看看排水系统有没有正常的运作 一些容易吹入掉落的物品呢 也要把它固定好哦 那么呢这个农友们也要记得 加深田间的积水减少水稻导浮 那么你要确保排水系统是正常的运作 提醒大家务必要多加注意了 风墙与野奏 特别要多加当心跟留意 好接下来呢可以看到台湾呢 中心就在明天逐步的接近南台湾 所以接下来南台湾就是首当其冲的位置 要等到礼拜五礼拜六 它逐步远离之后天气状况 才渴望逐渐的回稳 所以可以看到在接近的时候 南部地区风雨都会特别的明显 所以主要下雨的位置在礼拜三 可以看到都是在南台湾 还有刚刚提到的东半部地区 特别是花莲跟台东地区 云市最佳的明显 当它登幕之后 台风中心逐渐通过 掠过这个山脉之后 北部地区也会开始出现明显的雨势 那么到了礼拜四 是整个西班牙部地区 都有机会收到它的怀流影响 出现间歇性雨势 要等到礼拜五礼拜六 天气状况才渴望逐步的回稳 好所以接下来关心一下 台湾近海的风力跟浪况 礼拜三在卵比沿海地区 风浪非常的大 平均风是来到11级到12级 阵风来到16级 浪况属于猛浪的等级 其他地区平均风是来到了5到7级左右 阵风是来到了10级到13级 浪况也是来到巨浪到猛浪的等级 离岛地区平均风是来到了5到8级 阵风是来到11级到13级左右 绿岛南与海面的平均风是来到8到9级 阵风11级 那么浪况也都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提醒大家务必要多加留意 避免海上活动一些该固定的船只要把它固定好 那么接下来关心一下潮汐的预报 礼拜三在新竹县的主本市 台中市的五七区 宜兰县的头正正 花莲县花莲市 台中县的恒春正是来到中潮 其他地方则是来到小潮 那么离岛地区都是来到中潮 再提醒大家留意我们画面上面的满潮时间 最后来关心一下温度趋势变化 在未来这几天 北台湾的气温有略微往下降的趋势 这是因为除了台风带来降雨之外 其实东北风也会逐步的增强 今年入秋首播东北气风即将要报到了 所以气温的部分略微的往下滑 最凉的时间是落在礼拜四 到礼拜五 北部的低温只有22度高温也只有26度 开始感觉比较凉一些些了 提醒大家这两天要稍加注意保暖的工作 早出晚归可以适时的添加义务 那么在礼拜六之后高温又会回升到30度左右 中部跟南部地区同样的也是 在礼拜四礼拜五感受上面比较凉一点点 低温来到23度左右 高温礼拜四26度 礼拜五白天之后 气温也会逐步的往回升来到30度上下 所以最后再次提醒大家 山多尔台风来势汹汹 明后两天就是它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间点的 南台湾因为是登陆点 所以首当其冲 特别提醒高雄 台南还有屏东地区的观众朋友们 务必要多加注意 越晚风雨越明显 务必要多加留意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